中国人的地位最害怕后面有窗 后面有窗 让贵人从前面来 小人从后面来 不讲神小的 就说阻碍你工作的人 曾经在去年选战替韩国瑜的办公室 看过风水 并且成功预测韩国瑜会赢高雄选战的张维忠 对于2020大选有了最新断言 我的直觉是韩会赢 可能30万甚至于60万 乐观看待韩国瑜选情的张维忠 透露自己是首投足 56年来没有出门投过票 但这次选择站出来 正义看不下去 特定候选人一直被黑 你被别人骂三天五天 我觉得这脸活该 如果这个人被骂了三个月 我就开始觉得 也许我不够理智吧 我就很同情他 我想一个正义感 到菜市场啦 坐计程车啦 叫很多朋友 中南部的朋友很多 客户很多 真的是大家过得 我希望他们过得好一点 不表明要挺谁 但言语间透露对韩国瑜满满不舍 尤其在辩论会上 韩国瑜一改两三个月来态度 对黑韩媒体宣战 发自内心怒吼 眼神态度令人感动 真的是很亲民 当然我们这种小庶民 小算命师 又有 政治人物也不会看得起我们 只是我觉得 他们把我们当朋友看 我们就把你当朋友看 韩国瑜用真诚收服选民 让知识者排除万难 出门投票 这零线王蕾瑜调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